師母傳道主類長輩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今天要攻讀的經文在耶利米蘇第七章一到十一節 耶利米蘇第七章一到十一節 在舊約聖經八百九十頁 耶利米蘇第七章第一節 耶和華的話引到耶利米說 你當站在耶和華店的門口 在那裡宣傳這話說 你們進這些門敬拜耶和華的一切猶大人 當聽耶和華的話 萬君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 你們改正行動作為 我就使你們在這地方仍然居住 你們不要依靠虛謊的話 說這些是耶和華的店 是耶和華的店 是耶和華的店 謝謝你們 你們若實在改正行動作為 在人和靈色中間 承然施行公平 不欺壓寄居的 和孤兒寡婦 在這地方不流無辜人的血 也不隨從別神陷害自己 我就使你們在這地方仍然居住 就是我古時所賜給你們列主的地 直到永遠 看啊 你們倚靠虛謊不義的話 你們偷盜 殺害 奸淫 騎甲士 向巴力燒香 並隨從素不認識的別神 且來到這稱為我名下的店 在我面前敬拜 又說我們可以自由了 你們這樣的舉動 是要行那些可證的事嗎 這稱為我名下的店 在你們眼中 岂可看為賊窩嗎 我都看見了 這是耶和華說的 願上帝的話語 成為我們一生的幫助 信息 今日信息的講題是 聖殿與賊窩 聖殿與賊窩 恭請郭山安傳道傳講神的話語 師母傳道各位組內長輩 弟弟姐妹平安 平安 感謝主 今天願耶和華對耶利米所說的話 也能夠領到我們眾人 我們一起在主面前我們一起來禱告 天父們求主來幫助 讓我們在主的面前 主民的老血在此 竭盡正蓋我們 願主示給我們受教者的耳朵 願我們都有那聽到的靈來充滿 願人主使我們心裡面不再剛硬 不再悲逆 賜給我們心心 賜給我們心靈 使我們都得聽耶和華的話語 感謝您與我們同在 光靠追溯基督的名 聖殿與賊窩 這是一個極大的對付 我們從小到大都聽了很多的神話 聽了很多的道 很多時候我們也知道 到底聖殿跟賊窩有多麼大的差異 但是我們的心裡面知道 很多時候我們的身體好像不受使喚 我們所知道的動物所行出來的是 天壤之彼 就像聖殿跟賊窩一樣 耶利米他受神的感動 受神的呼召 他站在哪裡 他站在哪裡對這些人來信說話呢 他站在耶和華店的門口 就好像我們在教會門口 很多人要進來軍會 他站在那個地方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優大人怎麼樣 這些優大人他們 進到神的殿裡面 好像是要來敬拜 照他們的規矩 照就業的規矩 他們一年三次 他們有三個節日 他們都一定要到神的殿來敬拜神 哪三個節日呢 除孝節 收歌節 還有收藏節 他們遵守這個節日 要來敬拜 他們心裡面知道 我要來敬拜神 我要來敬拜神 但是很多時候 他們在敬拜的時候 並不如同神所想要的 神所想要的 其實他們說 他在耶利米他們說 你們當聽我的話 你們當聽神的話 在神的殿裡面 你們要聽神的話 所以在薩摩爾那邊寫到說 薩摩爾記上那邊寫到說 聽命怎麼樣 聽命勝於現金 你們要聽神的話 聖殿裡面當然是有神的話 並且要有聽從神話語的人 這是一個聖殿 是有神同在的一個住所 是神同在的一個地方 是有神的話語 所以凡來到神面前的人 都要聽神的話 但很多時候我們聽見 我們有機會去看耶利米說 很多時候他用聽見 聽見但不一定 真的懂 聽見也不代表聽得明白 聽見也不代表會去做 所以他用聽從 你聽了以後你要去順從 你聽了以後你要去順從 你聽了以後要去順從 縱然你在那邊做出敬拜的動作 好像我們常識現實 但是我們不一定 我不一定會聽神的話 我聽見信息 或是我在自己靈修道道的時候 我聽見一句神對我講的話 可是我不一定會去順從 我聽見了 有沒有聽見有 會不會去做 那倒不一定 我還會覺得好不好聽 合不合我的意 很多的這些 在當時代那時候 猶太人 猶大人他們是這樣子的 對神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對神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我就想到了 像有些的宗教 最有名的講貼主教 他們很重視那個儀式 他們看到那個儀式 他們看到那個儀式 勝過這個真實的敬拜 勝過挺神的道 從中五世紀以來 他們把神把講道漸漸的減弱 他把講道的那個比例 那個成分越來越來越少 到最後可能五分鐘十分鐘 就了不起五分鐘十分鐘 那他們非常看重的迷撒 迷撒 意思就是敬拜 他們都是那個外在的儀式 勝過十字 十字上去 讓神的話語來改變自己的生命 他們看重的外在 勝過於十字 生命裡面的聖結和根性 所以當耶利米神感動他來講 那耶利米他有一個綽號 大家知道 他的綽號是什麼 是淚眼限制 也會說是愛哭的限制 為什麼哭呢 為什麼喜歡哭 有時候那麼喜歡哭 因為神給他一個這樣的心 他常常說 我要是把神的話給我 我要是隱忍不講 好像火在我裡面燒 我不講很痛 我不講很難過 我營運怎麼講 我就是一樣講出來 而且神很奇妙 拆遣他講 在哪裡講 不是在自己房間講 在那個聖殿門口 在那個要進教會的那個大門口 跟你們這些人講 一年三次你沒來清白是真的在進來 你們真的有來到神面前 你真的是帶著聖結為裝是來清白嗎 還是你裡面很多隱藏的一些的烏龜 你不曉得你還在那邊 你自己還故意裝作沒這回事 我在這邊大啦啦的 我在這邊服侍在那邊清白 這是我們營求主來幫助我們 所以耶利比他一定要講 他站在這個 他冒著一個生命的危險 其實你說這些猶大人裡面 有沒有有權有事 絕對有 當然假設你耶利比說 他後面其實耶利比的整個生命的過程 歷經滄傷 但是神都保守他的性 他歷經了滄傷 但是他神 因為他完成神所託付的 中間有一段我讀了一段 非常感動 有另外一個先制 叫做烏利亞 是被大威害死的烏利亞 他也是講 可是他逃命 然後約亞金王要殺他的時候 他也是講 講到 他也是一樣站在店門口講 講了以後 他知道王要殺他了 馬上跑到埃及 結果被帶回來 立刻斬首 立刻被殺死 但是耶利比一點都不懼怕 他還是繼續傳講神的話 因為他看見了這些 尤大百姓 這些外在看起來 好像很好 沒事 裡面卻充滿了許多的罪 竟然還敢 竟然還敢 膽大爆肥的來到神 的店中來敬拜 我們也要常常 來借著神的話語 來思想 當我 我的 神在這裡敬拜的時候 我在教會裡面敬拜的時候 我在神面前讀經道報的時候 我現在生命的境況 我裡面 我的身體在這裡 我的心到底在哪裡 我 我嘴唇在敬拜的時候 我嘴唇 我正在讀的經文 但是我願意不一 我心裡面是不是還有什麼樣的罪 沒有享受 來認罪 我們真要求主來提醒來幫助我們 我相信 神人所要的我們的敬拜 是從內心 那樣一個 從聖體裡面發出來的敬拜 而不是裡面充滿了一些罪污 充滿了一些自己 自己自以為是的 自以為義的這樣一個 虛假的敬拜 神不要這樣虛假的敬拜 在這段經文 我們剛剛所讀的經文 在第三節第五節 都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他說你們要怎麼樣 你們要改正你們的行動作為 你們要改正你們的行動作為 你們要回改 這個意思叫回改 那個改正行動作為 就是有一個回頭轉向的意思 你們要回頭離開罪孽轉向神 當我們不願意去面對神 不願意去面向神的時候 你反過來面對的 你面對的自己的罪惡 你面對雖然說 我面對我自己 你面向這個世界 這世界充滿的是罪 但是神要我們轉頭 回頭離開你的罪惡 轉向神 這是神給我們的一個 神借著耶利米 對我們這樣說話 對這些優大的百姓 也對我們每一個人說話 我們願意不一改正 我們自己的行動作為 我們願意不一在神面前 因為神他對我們說 憂傷痛迴的心怎麼樣 神必不清看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看到大衛 詩人大衛的禱告 為什麼他成為何神心意的人 因為他在神面前 他常常的悔改認罪 悔改在神面前 謙卑祝福在祖的面前 我剛剛 偉神師班代表唱的詩歌 耶穌招我們 我們謙卑認罪 祝福在神的面前 我們現今在教會 現代的世代有多少的教會 有多少的這些 真的表面說是基督徒 說自己是神的信徒 甚至稱自己是聖徒 他真的有謙卑福在神面前 認自己的罪 好好的悔改來敬拜 這是對我們 我們常常要自己來審查自己 這邊說 你們若 你們若改正行動作為 他們居住 這個地方是神 稱為神名下的居住 他說 第十第十一節說 這是稱為神名下的殿 神的名是聖御 是應當被尊崇 被尊為聖 祝道文裡面說 我們要尊主的名為聖 這稱為主名下的殿 怎麼可以被玷污呢 怎麼可以被玷污呢 我們就想到 當摩西跟約束牙 他們面前的神的時候 神代他們說什麼 神叫他們做什麼動作 神就要把腳上的鞋脫下來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那個地 神說那是聖的地 是聖結的地方 是向神獻上聖結祭物的地方 在救約整個獻祭的制度裡面 要是你獻上那個殘祭 有骯髒誤會的 那個神不可能怨難 你甚至像那個祭司都要被擊殺掉 這是一個提醒 當我們來到聖結的神面前 我們要以聖結為裝飾 那要是我們不悔改 我們帶著罪 如果裡面還有一切的罪惡 罪惡 怎麼可能是聖結的祭 求主來幫助我們眾人 每當我們來到神面前 不只是主日來這邊祭拜 你每天早晨 你在神面前 你每天親近神 你在神的話語的時候 我有沒有好好的行叉 我自己裡面的罪 我有沒有好好的改正我們的行動作 有沒有好好的悔改 來到神面前 神的殿裡面必定是有神的道 神的殿裡面也必定有因著神的道而悔改的人 求主來幫助 讓我們來思想 當以色拉 神呼召以色拉 這位文士 這位祭司 來重建聖殿 帶領這些被辱歸回的百姓 重建聖殿的時候 聖殿有沒有重新被建立下來 有 有被建立下來 當然在這個建建過程當中 面臨到許多的仇敵的攔阻 各樣的攔阻 讓他們沒有辦法建立 但是這個建立起來的時候 他們遭遇到更大的一個挑戰 什麼挑戰呢 在以色拉記後面 第九、第十章那邊 這些祭司 這些官長 帶頭作亂 我們叫帶頭作亂 他們自己帶著這些百姓 與外族同分 神不邪這樣的事情 但是他們仍然去做 他們好像 我的聖殿建立起來 但是 卻仍然犯罪去得罪神 那以色拉立刻做了什麼動作 以色拉 沒有說就不管了 反正聖殿都建好了 反正我們教會的地都找到了 反正教會帶起來很漂亮 有人吸引人進來就好 不是這樣 以色拉馬上帶著這些百姓 從老到少 從男到女 他們痛哭悔改 在神面前認罪 求神赦免他們的罪 並且 有沒有改正行動作為 他立刻 請這些官長 馬上去徹查到底哪些人 通婚 立刻遠離這些外貌 趕快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 我們看見 所以為什麼神 神這麼祝福 祝福以色拉 祝福這個聖殿 當然後面 我相信我們的生命的過程 也是像這樣子一樣 很多時候我們都已經 來到神的面前了 我們都已經 出埃及 我們離開了那個罪惡的瑕疵 很多時候又再一次跌倒 進到那個加南地 又再陷入了這樣一個 迷惑罪惡的當中 我們需要重建聖殿 但是更重要的是 那個聖殿是我們自己被神 重新來建造起來 我們人的那個身體的聖殿 更加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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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看見 當這些尤達人 在讀這段經文的時候 看到他們有哪些地方需要回改 他們有什麼地方需要改正他們的行動作為呢 我們來看到我們所讀的經文裡面 第五節到第六節 他們在林聖中間有沒有事情公平 有嗎 沒有嘛 對不對 不然大媽要憋裡面來說 還有呢 他們做了什麼事 他們有沒有欺壓 欺壓這些弱世 你知道嗎 這些寄居的 這些固有寡婦 他們還有做什麼事情 沒有無故人的時候 他們最後 隨從別的神 最大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 違反神的一個 誡命 他們隨從別的神 他们离弃真神 虽从别的神 所以他们有没有真的听进神的话 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把神的话当成一回事 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好好遵循神的诫命 然后来在他们的整个的敬拜当中 来听从神的话语 我们的神是与真切悔改的人同在 所以神应许说 祂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这个敬拜在 以赛亚书的57档的部分 祂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让我们愿意在神面前 好好地改正我们的心动作 每当我们来到神里面 我们愿意我们心里面痛悔的 谦卑的难回来的时候 神就与我们同居 神就与我们同居 所以我们常常要求主来光照我们的内心 我们是不是里面有些的隐恶 有没有些的隐恶 你说我没有啊 我没有气啊 我没有不行公平啊 我都很好啊 我更没有去杀人啊 什么叫留无故人群 我都没做这些事情 就是当我们回想自己里面 我有没有恨人 有没有没有办法原谅的人 主耶稣神说当我们心里面去恨一个人的时候就怎么样 我们心里去恨弟兄就是杀人 你去看马太书音 耶稣的标准 我们爱你能够成全这个律法 我们要是爱我们就不会去犯这些 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神的道 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吗 你说我就是没办法保住他 那我们有祷告求主来帮助 求主来烟命 我们里面有许多的罪 我们求主帮助 向大卫的祷告 求主为我们怎么样 照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人 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是做不到 按照人的那个罪行 我们真的很难 很难去 心里面 去 不要去犯那个罪 我们心里面常常是觉得 好像保罗说的 我 我立志为善 忧得我 然后呢 我行出来忧不得我 我觉得好难 让我去做这样一个 饶恕的动作真的太难 所以求主来帮助 我们不是只是外战 我们心里面常常想什么 你嘴巴就说出来 你心里面常常想什么 你有时候不自觉的就会做出来 所以现在为什么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社会 那么多的这些 你说凶杀也好 那么多的仇恨也好 我们要求主来 真的是求圣灵 帮助我们 我们切切的悔改 从心里面最深处 从那个意念 所以我们说 神要介绍我们 祂知道我们的心思 从我们心里面 来祷告向主 来悔改 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节说 他说 这个地方 你必须 当我们愿意 改正这些形状作为 我们会感受 神让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是怎么样的 第七节说 是什么 第七节说 说怎么样 我就是你们在这地方 我仍然居住 是我苦时候 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 你说这跟我有什么相干 这个地就是我们常常 我们读旧约的读到 神带领他们请到 应许之地 那应许之地是 流奶与蜜之地 如今我们一样 我们属灵的生命 神也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进入到 这个丰盛的生命的里面 神要让我们继续 在这个丰盛的里面来群出 但是那一个关键是 我刚刚所念的 关键是 你有没有在神面前 好好地回甲 你有没有把神的道 听进去 在神面前 透透地悔改 神就要按着祂的应许 让我们继续地 住在这个美地 既然住在这个美地 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地 有没有神的同在 有没有神的看顾 一定是有的 当我们住在神所赐给我们的 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属灵的生命 必须蒙神的看顾 蒙神的保守 其实最早 最早能够彰显神同在的是 会幕 然后一直到之后 神兴起 让所罗马王来建殿 会幕圣殿 都代表神与我们同在 一直到新约 我们成为教会 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 我们连与元首基督 有没有神的同在 有 有神在我们里面 基督的爱 基督的信心 基督的能力 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 他说 这成为我们的家的店 这是神 遵循神明 圣名的地方 这里面就充满了神的爱 充满了神的荣耀 充满了神的圣经 当我们与神 同住同居的时候 这一切都从我们的生命里面 能够自然而然地彰显出来 那我们回顾 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上 第八节 当所罗门王建殿完成之后 他建殿里面有一个祷告 他说我向这个圣地的居所 向这个圣地的居所 就如同向天上的居所祷告 当我们认罪 神就设罪 当我们有一些人灾害 神就必须拯救 当我们征战 我们就必能够得神 在列王记上的第八章的部分 我们从这个祷告里面就看见 正称为我名下的殿 我们在其中 我们要得到什么 当我们来这个殿中 或是我们自己向神祷告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确信说 这是神同在的地方 我身体就是神的地 我是不是有神住在屋里面 我时时刻刻 当我向主祷告的时候 我必然蒙意 但是那个献诀条件 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 悔改 改正我们的行动作为 我们有没有真的把神的道 听进去 让我们所行的 所听见的道能够调和 有没有真的 我们常说有信心也要有行为 有信心也要行为 我那个行为 验证出我对神的信心 所以我们听到不是只听 让我们真的确实的悔改 确实针对我们里面 对肮脏污秽的地方 我们来改变 求主来帮助我们 其实犹太人 这些犹大人 他们有一个特点 他们觉得 反正我只有这个圣殿 不过只有这个圣殿 不过只要来这个殿里面 反正就按照主罗门王的 向神献殿的祷告 我来这个地里面祷告 神就必定不垂听 我来这个地里面敬拜 神就一定会悦纳 他们自是正高 我们犹大人有这个圣殿 到时候怎么样 这个圣殿是被拆毁 按照神所预言被拆毁 但是这些犹太人 其实他们有没有 他们在神的殿里面 在敬拜的时候 他们的心里面 其实是更加的顽梗 更加的卑鄙 所以他们犯了 我刚刚所说的许多的罪 其实有一个关键 他们不听神的话 他们喜欢听谁的话 经文里面说 他们喜欢听这些虚谎的话 假设你用现代新约圣经的 整个提摩太后书所讲的 他们就是耳朵发痒 他喜欢听这些荒谬的 他们眼耳不听正道 神的话 不听 但是那个虚谎 他听得很开心 怎么样虚谎 有点像洗脑 我们看图的经文 大家有没有震撼 这是耶和华的店 是耶和华的店 是耶和华的店 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 假灵恩的教会 他是喜欢这样宣告 不得胜 不得胜 我们有平安 其实这个 这个是 在耶利米书 那个假仙子的口头禅 我们都平安了 你平安的去 我们都平安 真的有平安吗 那些听到这些人 他当然挺是喜欢的 但是他真的有句悔感 这些假仙子讲得到 他们全盘接受 但是神过耶利米 如果这个真正的仙子 内眼仙子来讲 他听一句都听不进去 他们选择自己想听的 就是虚谎 他说虚谎无意的话 对我们的生命 没有任何意义 反倒造成更加的败坏 因为里面那个毒根 没有出去 你的罪还是不断地在犯 你说平安 你说这圣殿 我来到圣殿 我就可以躲在这里就平安 按照那时的背景 另外一个背景是 为什么他们觉得 在地里面会平安 因为他们经历成定 当他们想到 这些犹大人 想到说过去 神怎么拯救他们 神曾经一夜之间 因着这个西西家王的祷告 派了 就派福兵 击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他们觉得 哇神曾经这样子救过我们 耶路撒尔 曾经救过我们犹大人 曾经救过以色列人 相对的 我只要躲到这个圣殿里面 我就没事了 结果呢 他们把这个圣殿当成 这个圣殿 我们今天讲到 他们躲进来 觉得就平安如此 他们生命里面 还是不断的犯罪 以为来到这个圣殿 有没有一世纪 其实呢 当我们想到 其实神的殿 对 绝对 在神的殿里面 对义人来说 是必难所 是一个高堂 但是圣殿 但是圣殿 对这些罪人 这些恶人 不愿意悔改的人来讲 那就是一个神般的处处 你把他当成贼 那神自然就要审害 神自然就要审害 所以在诗篇的一篇说 恶人在义人的会中怎么样 必站立不住 他必像 他必被风吹晒 所以我们常常要警惕自己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有没有 我们是那个 有罪却不应悔改的人 求主来厌民 让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 我们就知道 我们必须切实地回来 不然这一个避难所 必然就会成为 必然成为一个审判的出所 因为神的审判 是从神的家洗手 不要以为 不要自自以为 我躲到这个地方 我来教会就会 我就应当得到这些平安 我们有没有办求主 来寻查我们自己的生命 里面的情况 我自己在教会里面长大 所以我很能够体会 怎么叫做我把 神的殿变成贼窝 我妈妈也是传道 表面上很乖 我都来奉献 我也都上台限时 但是呢 离开了那个教会 踏出那个教会的大名 我又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我 那时候根本 你说懵懂也不是 就觉得呢 有一个想法 心里面有一个想法 反正我有来机会 神就会保佑我 反正我有来这边打卡 就应该没事 这个礼拜的考试 应该会没事情 反正我只要到 教会的机会就好 但是我里面 我还是不断在外面 鬼混 我还是在那边 打人啊 犯罪 做这些事情 我没有 面臣地改变 你说我能够得到 那样一个真实的平安吗 不是 那就是自己在骗自己 就像假仙子讲的 这是夜华的店 平安的平安的 我们都是在自己 自欺欺人 自欺欺神 你以为神看不见吗 所以在第九节 他这边洋洋沙沙 猎出这些的罪 或者你偷盗 你又杀害 你又建议 然后你又起假事 像巴黎烧香 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 他们犯了这个 这个实戒里面 面对这些罪 他们已经超过一半十戒的犯罪 那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什么呢 若是你没有遵守第一戒 你后面的九戒 你都自然而然 你都会犯 第一戒是什么呢 除了 除了我以外 你不肯 除了神以外 除了耶和华 你不肯去敬拜别的神 但是他们倒过来 他们就许愿 随从别的神 而且这边记载 随从什么样的神 素不认识的神 根本不认识 而人家败 你就跟着败 怎么样呢 属灵的淫乱带来什么 带得到都是败坏 属灵的淫乱带来生命的败坏 生命更加的沉淪 我说我们去警察自己 我心里面有没有偶像 很多人说他是无神论 真的无神论 其实是把自己当无神 他说我没有 神不得也不信啊 可是他心里面 不断的去追求这个世界 他心里面有很多贪恋 贪爱的东西 想到第十届就是讲 不可贪恋谁的旗子 不可贪恋人的房子 那现在更先进 然后贪恋别的iPad 贪恋别的手机 贪恋这个每天都在想 哇 那个又出新的新款式 我心里面很多 很多很多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当成东西 在马太福音21章 那边提到 当主耶稣进到圣殿里面的时候 当主耶稣进到圣殿里面的时候 他非常的愤怒 看到什么事情 他看到有些人在对外人家 卖鸽子啊 卖这些东西的人 为什么呢 这些卖东西的人 你说我只是摆摊 只有做生意啊 可是这里是圣殿 敬拜神的地方 但是他们却仍然 你说卖这些东西 他心里面其实是 他还留念这个世界啊 他不是以神的事为念 他是以我今天 我今天兑换多少钱 我今天按着那个会差 我们赚了多少 我今天我卖了多少东西 我今天赚好多钱 回去可以享受 他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虽然他们心里面没有神啊 可是这边是敬拜神的地方 是要尊主伟大的地方 但是他不是 所以耶稣 主耶稣非常深入 非常的愤怒 有鞭子把这些人赶出去 他非常的气愤 他非常的气愤 因为耶稣后来讲一句话 耶稣就是引用 我们今天的经文 还有加上 伊赛亚书的经文 他说 你们 这里是什么地理 这是万灵祷告的地理 祷告就是陷祭 就是这里是尊从 神圣灵的地方 不是让人 把他当成贼窝的地方 他说你们到死他神 贼窝了 很多时候 我们求主来提醒我们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到底 真的是在这个圣殿当中 来高举神 敬拜神 还是我们的心里面 还有 很多的罪物 所以在 哥林多情书 第3第6章都提到 我们的身体是什么 这神的天 以最广义的来讲 就是整个教会 教会就是神的天 这就是神的天 我们聚集在一处 如果有人要败坏 神的神体 败坏神的天 那人就必被败坏 然后第6章 哥林多情书第6章说 我们神的天 有圣灵 住在我们的里面 那个圣灵是神所 拆拜神 从神而来的圣灵 然后我们的圣子 是要拿来什么样 我们的圣子是要来 荣耀神的 那是贼窝 怎么可能荣耀神 一群盗贼窝在那里面 然后以为看不见 以为神看不见 我喜欢最后一句 在第11节 这次我有名教的天 在你们眼中 及格看为贼 我都看见 神说我都看见 我们以为神看不到 我就是穿着光线亮 给你来到教会 我觉得很开心 敬拜神 但是神看不见 神看 神看人的内心 绝对逃不过 神说他看见 所以主耶稣一进到圣殿 立刻把你也看中 很清楚的明白 那今天我们的身体 就是像圣经上所讲的 我们是神的天 我们里面 难道神不会见长 我们的内心 神都看不见 神他都看见 他都看见 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 是没有任何的灰色的地带 你不是圣殿 就是贼窝 有那种灰色地带 没关系 神都会宽恕老鼠 今天很多的这些 你说世界上 自由派 自由主义的 他们 他们把神的话语 当做知识在那边炫耀 当做知识在那边炫耀 据我所知 像美国 很多的神经院都已经沦陷 成下的尺寿真道 没有基础 几乎都沦陷 因为那个自由派 实在太近别 把人 他们都把神的道 用人的思考思维去思考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我所说的 他们不是让神的道来改变他们的灰色 他们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的灰色 所以我们要来常常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的生命里面 不是圣殿就是灰色 不是光就是暗 圣灵跟情欲相争 圣灵更没有办法容认我们里面的罪 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 来靠主 来祷告 求主 帮助 那我们想到 在诗篇132篇那边 大卫 他说 大卫受了一种苦难 什么样的苦难 那苦难不是我们想象的一般的苦难 不是 不是 不是他什么被追杀 当然他都有通过这件苦难 他的苦难是 他看见了 他看见了神的殿 没有被建造起来 他心里很忧伤 他很忧伤 他觉得 神的殿都没有办法被建立起来 神的约会还在外邦那里 我怎么能够睡觉 我怎么能够睡得着呢 所以神 喜悦这样的一个人心 祂喜悦大卫 包括主耶稣 主耶稣也说 我为神的殿心里很交集 历史历代有多少神的仆人 为神的殿交集 我相信我们的牧师 我们的传道 也是为神的殿交集 你说我们 不晓得我们下一站在哪里 感谢主我们已经在这边 还是下一站 不然前途是渺茫的 我不晓得 但是我们向主求 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地 但是在给我们这样一个 有一个建筑物的这样的地之前 我们是坎主 给我们先建立好我们自己人 我们属灵生命的地 然后被主建立起来 这是更加重要的 为什么今天很多的教会 他盖得很漂亮 我以前常常过 非常漂亮的那种 可是 里面为什么 你说那个复兴 我觉得那个复兴 是一个表面的假象 我认为 我个人看见 因为他们还是不断地在犯罪 这些神 你说称制甚至基督徒的 没有停止犯罪 还是做 以至于修入神的名 甚至有很大的教会 还有信途径 欺骗骗歧义的那种 还可以说是长老 这是求主 然后怜悯 我们到底有没有 我们心里面 到底有没有神的殿 那个殿有没有思考 就是 哥林多贤 我刚刚讲的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灵面里面 有没有好好的成为 成为神 要我们成为的那个殿 那个圣殿 我们随时随地 都有主 与我们同在 我们可以亲近主 我们可以向主 来祷告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圣殿面前 我们一起安静在主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 一起查自己 我们来向主 来祷告 我们求主 来检查我们的内心 不是你心里面 还有任何的罪念 或者你说 我不晓得 我没有啊 我没有犯啊 还是你要 求圣灵 第二姐妹 求圣灵 来提醒 将在你里面 有一些隐而未宪的 罪 形献出来 好像我们能够 在基督的光照之下 我们切切地 来回来 不要只是听 听了 你不去行 那不蒙神的愿 我们求主帮助 或许我们当中还有一些 在贪爱这个罪重之论 随从这个肉体的私欲 在去犯罪的 我们不要再被罪恶所挟制 不要让自己的生命 成为贼窝 不要让我们的生命 成为神的圣殿 成为神的殿 让神永永远 住在我们的里面 好让圣灵 来张望我们 求主 来建成我们 一直在主面前 安静 来信责我们自己 嗯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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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我们来到明世的宝座前 我们谦卑的 父父的在住 大人的手下 主要你爱我们 主要你 采取你的爱之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在私家上 你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物 无尽我们走这个成生的道路 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进去的 主我们求主帮助 我们知道有失 我们仍然有过犯有罪恶 但是主我们感谢你 你给我们有这样的赦罪之恩 祂叫我们能够敬畏你 也愿主你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 真切认罪切实悔改的祷告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主 能够荣耀神的这样的圣殿 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罪恶 为我们引进勇意 让我们都能够用这生命的殿 用我们生命里面的圣殿 来更多更多的荣耀你 荣耀你还要更加的荣耀你 谢谢主 您听我们众人的祷告 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御 het众子